韩国央行降息至1.5%历史低点 由于中东呼吸综合症疫情的爆发 韩国经济将会放慢增长的步伐吗 我是杰西卡沃克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回顾节目 韩国央行下调基准利率至历史低点1.5% 这是央行一年内第四次降息 降息是央行三年前开始其宽松货币政策以来的第七个周期 经济学家们曾经明确地发布过公共预警红色旅游信号 学校关闭数以万计的游客取消了旅游计划 购物商店 餐馆和一些其他的电影院等场所 销售额大幅下跌 随着人们开始减少外出去公共场所 韩国财政部长崔炯焱焕指出 早在一周前我们就担心该疫情的爆发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这就包括消费和投资的收缩 目前感染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22人 自5月20日第一位感染者爆到以后 已有9名感染者死亡 疫情爆发之际正是当韩国出口下降年度幅度接近6年最大的时候 韩国出口与一年前相比降幅为10.9% 在中东呼吸综合症爆发以来 游客数量下降 分析师预测游客数量将会下降10% 太平洋消费者研究分析师凯瑟琳预测 由于该疫情 韩国零售业销售额下降60% 央行指出 刚刚有点恢复的经济受到了中东呼吸综合症疫情爆发的影响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